生命有无体 伐水有长流 生命电视 慈悲奏旧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佛教智慧故事 佛顶尊圣陀罗尼金 相传善助天子得知自己将受恶报 七十轮回为畜生 第十天怜悯善助天子 便到支援经社向佛陀请教救护之法 佛乃为其宣说 佛顶尊圣陀罗尼金 经典中说 天地有陀罗尼民 为如来佛顶尊圣 能尽一切恶道 能尽出一切生死苦恼 佛告天地 此佛顶尊圣陀罗尼 若有人闻一经鱼耳 贤士所造一切地狱恶业 皆惜消灭 因此 佛顶尊圣陀罗尼金 是一部消除恶业 慈悲度生的方便法门 那么这部经典是怎么传道中途的呢 佛陀波利 我来自寄兵国的佛陀波利 我一心求道 心无旁骛 只求清授圣险们的教会 可自从佛陀入灭 世间圣险 大菩萨们都难寻踪迹 唯有大事闻说施力菩萨 尚在五台山中引渡众生 为亲眼目睹菩萨圣柔 为亲耳聆听菩萨的教诲 我不远外里来五台山拜夜 我曾走过流沙与枯树 我曾走过黑暗与严寒 终于来到五台山下 菩萨 您在哪里 哪 师尊 父子佛陀波利 虔诚顶礼 为一度文殊菩萨圣柔 祈求能亲受菩萨慈悲开示 弟子不愿万里来到东土 祈愿菩萨一显真相 引导弟子得托苦涵 善哉 善哉 好个不死劳苦的善男子 法师不辞辛劳 远道而来 不知是否带了佛顶尊圣托罗尼经来 佛顶尊圣托罗尼经 没错 中土中身 多造罪业 出家持戒也不容易 实在难以救赌 只有佛顶尊圣托罗尼经 不可思议 能消除人们的罪孽 不知法师带来了没有 这 平僧并未带来 你没带经典来 即使此时 菩萨站在你面前 你也未必识得 你还是回天主 去来经典 等那时 在金刚窟内 菩萨自会与你相见 阿弥陀佛 佛陀啊 弟子这便要起身去天主 誓愿一定取来 佛顶尊圣托罗尼经 到时再来求见文殊菩萨 有劳顺真长老照料 平僧今日就要动身前去天主 法师 西行之路 尖险难料 昔日玄奘法师西行 一路历经坎坷 历经了十多年 方才学成归来 法师刚从西方 来到中途 风尘仆仆 体力尚未恢复 怎不稍作休息 现在学 又要急着动身 我心中迫切 难以忍耐 取经之路 虽然艰难 我有一心 求见文殊菩萨的信念 再难也不怕 希望长老能够谅解 只是为了 请见菩萨 居然如此 嗯 我一位法师 备好行囊 这一路 逢残路宿 法师切记 注意保重身体 嗯 姜 一路上佛陀波利历经坎坷磨难 但他一心想见菩萨 靠着坚定的意志请了下来 历时数年 佛陀波利法师终于从五台山走到了天竺 佛陀呀 佛陀 佛陀我已取得经典 只要把他带回五台山金刚库 我就可以见到文殊菩萨了 取经可不只是为了见菩萨 取经是为了将经典带去东土 弘扬佛陀的大悲大怨解救苍身出离轮回之苦 不明白这些取经又有何意念 老法师 老法师 我浑身张曼浓疮 村长说这是我造的恶业必将受尽折磨 我现在浑身又痛又痒难以医治 我只能来祈求佛菩萨保佑 祈求佛菩萨保佑我健康全愈 这难道是佛陀的指示 我为你念诵这部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你先静下心来千成礼拜 是 山哉 山哉 你已清见佛法的神庙 从今往后改过自信 好好尽兴三宝多多行善 多谢法师感恩佛陀 感恩佛陀教持 多谢法师 多谢法师 只有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不可思议能消除人的罪业 原来这部经典如此神妙 没有求佛尚 没钱住船舱 天天坐在甲板上念经 走 去和他玩玩 佛尚 你终日念佛 也不见你的佛有什么神通 不妨来和我喝酒吃肉 快活一天是一天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得饮酒 什么 你不喝 就是不给我们面子 阿弥陀佛 和尚 你可别不知好歹 眼看天色就要下大雨 你没钱住船舱 喝了这瓶酒 嘿嘿 我就给你找一处屁的地方 如何 施主 平僧只是一个来取经的人 何苦为难平僧 取经 我让你取不成经 我的经书 怎么样 你倒是继续念经啊 说不定你的佛菩萨 就会把金书还给你 你们两个 给我住手 马上要起风暴 你们还有心思去闹和尚 赶快去干活 有蛮座 有蛮座 难无佛难无法 难无丧 不行撑不住了 我的经书 我的经书 佛陀菩萨 难道是弟子修行不够吗 难道弟子就见不到菩萨吗 菩萨呀 我的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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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经书还在 恩 恩 愿将此功德 回向给 这次传难的人们 希望他们早登彼岸 得脱轮回之苦 阿弥陀佛 小厨 小厨人们的罪业 如此不可思议的盛典 若能流传世间的话 这是为了见菩萨 那 取经是为了将经典 带去东土 弘扬佛陀的大悲大怨 度托众生得出轮回之苦 不明白这些取经又有何意 原来菩萨要我取经 是为了要将经典流传于世 消除罪业 解救众生脱离苦海 我当初竟只是为了求献文殊菩萨 忘了佛陀教育我们的慈悲大怨 我一直都错了 弟子知道了 弟子一定将经典流传于世 以救度众生 佛陀玻璃法师 你一路劳苦取得这部经典 功德无量 先陛下令你将这部经典翻译出来 请临旨 善哉佛陀玻璃遵旨 皇上保重龙体 佛陀玻璃法师经典翻译 进行的如何了 正在加紧翻译 将要翻译圆满 好好 那等法师已经圆满 一定要记得将经典送至内庭供养 不许任何人去随意翻译 遵旨 奉旨赏赐佛陀玻璃法师 丝绸三十匹 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原文及译文 首于内庭 不得随意取悦 清此 大人 大人 那不经典是要流传于世 小姐 世间苦难的 不能让圣上藏于内庭啊 大人 万万不得呀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法师您是要敢抗旨吗 大人 天下是万民的天下 君王要带给万民安太 而不是将福报独享啊 奉刺 来人 快将法师带走 大人 不行啊大人 大人 皇上 皇上 您不能独占经典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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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皇上造福天下苍生 请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流传于世 皇上愿皇上造福天下苍生 请将圣殿流传于世 언 Aww 偉udi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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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在外面跪了多久 已有三天三夜了 皇上是否 皇上约皇上造福天下苍生 将经典流传于世 陛下 法师 您一直跪拜于此 莫非嫌朕的赏赐不够吗 陛下 平僧一路走来 历经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怎会在乎圣上的赏赐 为愿陛下将佛顶尊圣陀罗尼金 还给平僧 以让圣典能够流传于世 消除众生罪业 方是无上功德 法师 朕问你 圣典藏于内庭 是皇家香火 向帝王之供养 这难道不是无上的功德吗 您要让他流传于世 受生斗小民的浊无之口念诵 遭粗之滥造之香火的熏燃 这又岂能算什么功德 陛下 破生死 得涅槃 独众生的善行才是真正的功德 君王之心 应当兴系天下苍生 而不该 由于皇宫之内 朝堂之上 陛下为一己之私私藏经典 这两经典便无法造福天下人 岂不闻名所重 射击次之 君为卿 大胆 法师莫无礼 难道不怕陛下降罪吗 平僧只求陛下哀怜天下众生 使他们造脱苦海 虽万死不恨 天下非朕之天下 乃是天下人之天下 苍生也并非朕手中之蛮物 而是各有姻缘 帝王之心 因心怀天下苍生 为苍生造福 向往经典 却又是执迷于经典 又怎会想这无上功德 法师 朕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奉还于您 请您一定要让这部经典 传于世间 让万家百姓奉送 把这功德赐予天下苍生 感谢陛下 感谢陛下 感恩三宝加持 佛陀伯利取回经典 在西民寺 与顺征和尚重义 佛顶尊圣陀罗尼金 一心想将圣典流传于世 利益人间 佛陀伯利 将佛顶尊圣陀罗尼金 再次重义 并交由好友 顺真和尚 传扬下去 因此 中途才有了 尊圣咒的流传 一直到了西元 七七六年 唐太宗更下达诏书 令全国僧尼 需每日持诵 尊圣咒二十一遍 由此可见当时尊圣咒 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同时尊与 佛额尊和尊圣员 使用网道莲运 把佛顶尊尊圣基 因此至于 先取来,并将经典翻译圆满,也请诸位法师将议好的经典流传于世,如今才来拜祭菩萨。 菩,菩萨? 菩萨,文书是理菩萨呀,菩萨呀。 菩萨,佛陀波利历时六年,从天竺去回佛顶尊圣陀罗尼金,并将它翻译完毕,使之流传于世。 而菩萨,菩萨也受到文书施力菩萨的接引,在五台山安详世纪。 佛顶尊圣陀罗尼金在中国普及,为善男信女带来种种福德善缘,以脱离诸恶趣之苦。 尤其后来受到明成祖朱棣等帝王的极高推崇,古德接送便这样称扬这部经典。 西日尊者往东来,却被文书画引开,东土若无尊圣咒,孤魂难以脱尘埃。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铺名,台湾救狗协会 千年法仪的殊胜传承,名阳两立的虹桥圣月。 我们的世界,随着大疫情的趋缓,人与人之间封锁的边界再度开启。 然而,苦难封印,似乎没有因疫情的趋缓而减少一点。 无情的战火仍在蔓延,人们依旧受苦。 ACC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慧离法师,在非洲心学极品,深根佛法,扎根教育,接轨世界。 至今已到了第三十七的年头,有着佛祖派来的非洲爸爸之称的慧离法师, 引领着ACC,期许愿同建立宽广的全球事业, 培养关怀世界的胸襟长大成人后,能自立自足回馈当地, 推动非洲脱离贫穷病苦的循环。 慧离法师相信唯有百年大计的教育方针, 才能培育孩童坚毅的心灵,翻转非洲,改变世界。 这个话号的背后还隐藏着法传非洲心学极品的时代使命。 三十七年前,慧离法师发愿到非洲传扬佛法, 以武士买骨的这种愿力, 效仿观世音菩萨,道价慈航,回度所谱。 2004年,第一所马拉威ACC的院区圆同学校正式的启用, 如今经过二十年的春秋, 已经扩展到六国七个院区。 我们在这样的数字下可以了解, 因为由世界ACC的服务窗口, 募集了资金、派遣的人力, 在ACC的第一前线, 长期入住, 弘扬佛法, 以中华文化来滋养非洲。 世间无量众生, 心事各异, 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世间, 生与死的距离看似遥远, 然而透过佛教最大型的水路法会, 即为明阳两界搭起一座五行的桥梁, 以佛法相会, 在供养和布施的无遮纳会中, 凝聚对慈悲与智慧的共同追寻、理解, 是佛教徒共同的修学信念。 而水路法会, 则是所有法会学习中最为庄严的课堂。 2018年, 从马来西亚的水路圣火传承到台湾, 转眼台湾也迈入第七个年头。 今年适逢ACC云通学校20周年的庆祝。 在台湾, 在台湾我们借着板桥西尔顿大饭店, 延续之前大家的信仰, 借着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平台, 几百身轻重的力量, 我们希望能够号召 社会大众来认识ACC, 送爱到非洲。 因为所有的这些华卉盈云, 扩除开销, 它成为挹注非洲新学细品的西纹工程。 我们很渴望您的参与, 您的了解, 可以跟非洲的孩子写一份善言, 也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读书上学的梦想。 所有的讯息跟报名的方式, 在我们的简章文学里面, 可以索取、了解。 最后也祈求三宝, 加倍所有善男子善女人, 大家在八天七夜的殊胜华会当中, 都能够心开意解, 发喜充满, 和家平安。 在十方善事护制下, 会及万元, ACC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圆满一次又一次的水路大法会, 而今年的水路法会佛事, 将在4月25日至5月2日, 于台北新版西尔顿酒店起见, 敬邀有缘大众共相圣举, 以法相会, 让更多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结合善的力量, 培持慈悲智慧众苗, 共同来支持响应, ACC, 传法非洲, 心学祭品的重要使命。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我跟个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才到人生, 非常精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反诈骗专线查询, 十地菩萨的发光地菩萨, 是三地的菩萨, 他请求佛法, 受持佛法, 能够忍受一切外在的境界, 不再动心, 他今修定学, 得到慈悲喜舍四五亮定, 不再被贪嗔鱼痴, 所欺骗蒙蔽, 圣格昇华, 如同光明一样, 驱散了一切的昏暗不明, 所以叫做发光地。 今天是六摘日, 唯四大天王, 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 持守八观栽戒, 阿弥陀佛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菠萨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